西方史诀史 凯撒的高炉战机 罗马人濒临城下 建起了常累和巨大的工程器械 阿渡亚渡妻人在高高的城墙上嘲笑 哀响的罗马人 认为罗马人无法移动这些巨大的器械 然而 阿渡亚渡妻亚人失算了 当这些巨大的机械开始移动时 他们吓到了工程刚开始 阿渡亚渡妻人就派使者 前往凯撒请求投降 但希望保留武器 凯撒拒绝这一要求阿渡亚渡 表面上同意从城中投出武器 却偷偷留下了3分之1的武器 夜间 阿渡亚渡7人攻击了罗马人的军营 被罗马人杀掉4000名 其余的被赶回市政 第二天 白天凯撒进入这个市政 所有人卖为奴隶 攻击5万3千人 罗马人尤其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 他们认为发动战争